自有人類文明存在,就有罪案的發生 極度深寒奇岸,帶你進入犯罪者的黑暗世界 我再講一講一張照片給大家看,就是有一把雨傘 我講一講為什麼有一把雨傘在這裡 因為死的女人是29歲的家庭主婦 當時她晚上下雨天,她老公在外面下車,沒有遮掩 於是叫她老婆拿兩把雨傘給我 她老婆就拿兩把雨傘給她老公 但當然她老公就等不到她老婆 隔了一兩天之後,她老婆就死了 死了之後又是這樣,那些陰暴被人弄爛了 又是被一把雨傘勒死 是呀,有一把雨傘在這裡 當時發現的屍體是一班小學生 小學生在放學時經過通知那些人 通知那些人就馬上去檢查這條屍體 她發現了,她除了頸被人弄了三次 即是她不是馬上弄死你的 她弄了一會兒,鬆一鬆 又鬆一鬆,又鬆一鬆 另外她的肩膀、頸 全部都被石頭打過 即是用石頭不斷打她的背部 打她的身體 所以當時,你看到這張照片 大家可以看到她行兇的手法 跟球星那些有一點不同 你可以留意到 對呀,因為之前這張照片 你看到她是有穿褲的 她有穿內褲 還有牛仔褲 之前那些不是的 是沒有穿褲的 上身沒有被人脫,下身就脫了 今次就剛剛反過來 她脫了上身,下身就沒有脫 所以最後發現她是沒有被人強姦的 沒有被人強姦 對,之前那些有幾個女生 是有被人強姦的 但是有打她下體的 對呀 有打她下體 雖然她有穿褲 雖然她有穿褲 用石頭打她 對呀 我們再看看 今次這個兇手 就遺留了一個腳印在下面 她的腳印原來有24.5cm的腳印 現在塵屍的地方 有些人會用和乾草放在中間 看到那條屍的中間嗎 是呀 這個就是她棄屍的手法 其實她所有東西都會 用一些隱蔽的地方放下去 但通常發現都是在那些稻田那裡 是,沒錯 你看到塞在中間 你看到這個死者 如果是這樣 我就會想到多樣東西 既然在那些田裡晚上都沒有人 因為那些農民其實住在幾遠的 你不是大陸那些住在旁邊 他們住在幾遠的 因為當時華城是一個鄉郊的地方 亦都沒有開發的 所以屋與屋之間 其實是很多種田 種菜的地方 大部分應該是種土米的地方 你看到她的腳 蓋著頭 你看到她的腳被人屈了 都是一個姓的姿勢 一個特徵 是 綁住了 你想想 如果我殺了一個人 即是我強姦人 我強姦員都離開了 我還要把你拖去隱蔽的地方 找一些和趕草 找一些樹枝 去覆蓋你 還是會不會她一拖 就拖去這個地方才有姦呢 其實有些被害者 是有拖過 最長拖過 差不多有900米 900米 基本上差不多兩個足球場那麼遠 有些就不是 是跟著她附近 推她到草叢 你想想她殺了人 都沒有人看到 正常來說就離開了 你要拉她去一些地方 遮一遮 其實那個用意 是什麼 你有沒有想過 我覺得這個兇手 基本上是 她其實是一個比較沒有自信的人 即是如果我 一個兇手是一個很恐慕有力 我說完不怕 我耕你便耕你 又或者被人見到 我就走 我走得快 但如果這個兇手 她是沒有什麼自信的 她專門只是欺負一些弱者 對